的重要環節 沒錯 我還要給大家介紹 吃日本的溫室肚 來自山梨的 比利哥,你準備賣肚嗎? 不是 那為什麼你要吃? 因為網友送給我們 我們放了幾天 現在熟了 我們要嘗嘗味 好 我們有兩隻 但我們能不能吃完一隻呢? 你能不能吃完嗎? 嘩,要切一隻 我們首先吃溫室肚 要聞一下 拿一把刀,買一把刀 切完兩個去吧 大家分享吃吧 好了,這個肚子不是很大 我在日本經常吃肚子 因為夏天去 肚子通常六七八九月 是當做的 通常就… 除了溫室肚子之外 其實溫室肚子是一般的 通常我們吃露地肚 顧名思義 是在溫室培育的 露地肚… 溫室培育 是的 露地肚是在露出 即是在野外 是 所以露地肚是甜一點 比較大一點 這個算是小的 通常我們溫室肚是先走的 即是先走的 然後露地肚就上市 你有沒有切成中間粒 中間有粒 頂著 好多水,真的是水蜜桃 我們唯有用這樣 嘩,全部都破壞了 還沒掉下去,這樣做土 全部都破壞了 肥子… 這樣就可以了 再做多東西 可以吃嗎 有啊,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想要把東西切掉 拿些叉子或什麼來 牙籤 大家吃一下 很多水 真的是水蜜桃的水蜜桃 別說這麼多 我們放了幾天 放了雪櫃,偶熟的 我們在雪櫃裡偶熟 看看可不可以 應該要用熱水蜜桃去剝皮 甜就不算很甜 但是真的很冷清 剛才你是不是吃了 吃了 也很棒 哪有 很多水 也便宜的 因為路地土我可能會做的 但是現在是不肯定的